我來到這裏距離清邁1.5小時的南庭 這裏最大的特色就是馬車之城 因為這裏是全泰國唯一一處 還可以用馬車來代步的地方 聽說這些馬車是以前泰國的貴族所用 現在只剩下南幫府這裏依然保存著 所以這次記者來到也要嘗試做貴族的體驗 坐這裏也蠻舒服的 因為沿著風很涼爽 還有很古代有錢人坐馬車的感覺 一路走的時候聽到馬隔隔隔隔隔 好像有人踩著高跟鞋一樣的聲音 好可愛 還有一路啃啃啃應該是提醒人 後面有馬車了 小心了 整個南幫隔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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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Bye You and horse friends 南邦府這裡雖然就不像清邁發展成遊客區 但這裡的建築和步行街 都依然保留著古樸的泰北風格 離開清邁旅行的話 都不妨留一天參觀這個馬車之城